排行榜第四名 兔 相传兔子和黄牛很久很久以前是邻居 他们俩相处着非老互称为兄弟 黄牛以勤劳苦干度日 兔子靠机灵能干为生 日子过得都不错 有一天擅长长跑的兔子在黄牛面前炫耀道 看见了吗 我是动物世界中长跑的冠军 谁也跑不过我 黄牛说也是 便虚心的求教长跑的绝招 兔子却骄傲的摇摇头说 不想 长跑的冠军是靠先天的素质学是学不会的 再说了 长跑得靠身心体便 就凭你这大三子板 恐怕永远都跑不快吧 黄牛的心啊 被兔子说的瓦凉瓦凉的 可是心里边不服气 发了牛劲了 从此黄牛开始锻炼长跑 凭借着一股的坚韧不拔的牛劲 黄牛终于练成了一双铁脚 尾巴一笑 四体如风 跑上几天几夜 都不知疲惫 转眼就到了玉皇大帝排列生肖的日子 依照规则 谁先到了天宫 就让谁当生肖 黄牛已拓定好 当天鸡叫头变就起来 直奔天宫争生肖去 当天鸡叫头变 黄牛起床的时候 兔子早就一个人撂了 黄牛一说 嘿 这孙子太缺德了 得了 追吧 兔子跑了好一阵子 回头一看 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 兔子心想 我今天起来得最早 跑得也是最快 就算睡上一觉起来 这些生肖的头鸣 也非我莫属 于是他躺在草地上 呼呼大睡了起来 黄牛虽然落后了 但是靠着坚韧的耐力 和平时苦练的铁脚一鼓作气 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 便先跑到了天宫 南天门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惊醒了兔子 眼睛一睁 原来是一只老虎 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 这下兔子可急了 赶紧追上 可惜 慢了一步 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之后 由于牛的双脚 还蹲了一只 偷鸡取巧的小老鼠 结果兔子只排第四位 前三名是鼠 牛 还有虎 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 但是 觉得脸上无光 输给了自己讽刺过的老牛 回来之后 就把家搬到的土洞中 直到现在 原野中的野兔 也还住在土洞中 这就是十二生肖 兔的来由 十二生肖兔的性格 兔是十二帝制的第四位卯 有超卯兔小兔者 有最好的性格 属兔的人往往特别温和 文静 千千有理 潇洒 机敏 精细耐心 善良 淳朴 富有责任感 和其他属相比较 人们更喜欢属兔的性格 兔通常呈现出温顺可爱 天真活泼 自由好动 平静顺从 落落大方的特点 卯年少人通常性格温和 而事业有成 喜好宁静而不好动 然而他们容易太过天真善良 面对人性黑暗面 不具备决断的能力 尽管周围的人有些时会对其欺骗背叛 但因为注重感情 部分属兔的人选择原谅 他们可能因多情而挥霍金钱 付出牺牲而在事业上屡次失败 容易受到色情诱惑而招致不幸 因此需要慎重处理人际关系 属兔的人天性善良敏感 记忆力强 富有慈悲心 注重秩序 表现出坚强 切让 沉浸独立和审美的品质 属兔的人性格特点包括机智 谨慎 乖巧 乐观开朗 和爱可亲 体谅他人 机智精明 温和顺从 善良敏感等 有不爱的倾向及大众情人的心态 一生感情纠纷 缺乏思绿决断力 常因多情被人利用设计失败 但有时可能感情细腻 以至于过度拘谨 容易陷入忧郁 非常关注自己的周围情况变化 所谓小兔三窟绝非贬义词 属兔保护好自己才能发展好自己 才有美好的人生 神校兔守护神是文殊菩萨 又称文殊失利 根据《大日经》 文殊菩萨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左邪士 是佛陀的大弟子 与释迦牟尼 普贤菩萨可称为华言三圣 文殊菩萨以智慧闻名 是众菩萨之手 是佛陀智慧型的象征 称为大智 他身子金色 形如童子 武技观其象 右手持金刚宝剑 象征智慧力 能斩群魔 断一切烦恼 左手持青莲花 花上有金刚般若金卷宝 象征无上智慧 做其为一狮子 表示智慧型微猛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 能开发智慧 提高悟性 尤其能帮助小孩学业有成 观人俘虏双增 商人增财增福 得到文殊菩萨的保佑 增长智慧 使学业适应顺利 婚姻和谐 破除一切烦恼